一党要禁止大马举办演唱会 否则会招来上苍愤怒 随着我国各个领域已经开放 演唱会活动也逐渐恢复 其中美国歌手 Billy Eilish就于昨晚 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体育馆 举办演唱会 以斯兰党青年团团长 阿莫法德里警告 若我国再连续举办演唱会 将会惹怒上苍 促请我国应停办演唱会 他在脸书发文形容 我国连续举办演唱会太疯狂 这会惹怒上苍 他指出 挑起举办演唱会的课题 无关政治 这完全是宗教课题 请停止这种行为 举办演唱会 别挑战穆斯林的情绪 相关单位必须在惹怒上苍前 聆听穆斯林的声音 同时 他也呼吁我国穆斯林团结起来 反对在我国举办演唱会 另外 名为塞莫哈莫巴克里的宗教司 也在面子书上传了一张 比利大马战演唱会的海报照片 但将他的头像打上马赛克 写道举办这场演唱会 毫无意义 他说 这场演唱会 根本不应该举办 因为他对我国宗教 民族和国家 没有任何好处 为了欢乐 连上舱都忘了 这演唱会 是可以被禁止的 为什么要举办 塞莫哈莫巴克里 在铁文也表明希望 这场演唱会被取消 但演唱会最后 还是顺利举行 银行倒题事故 层出不穷 闹得人心惶惶 著名专科医生 拉菲达的银行户头 也被无故盗用 一万三千令吉 他心灰意冷的 在脸书发文表示 把钱存在银行 已经不安全了 根据透露 他是在凌晨二十 至二十三十分左右 自己的网上银行服务 竟然在没有转账验证码 TAC下 进行了三笔总额 一万三千令吉的交易 他指出 这三笔交易 是在没有要求转账验证码 TAC的情况下 钱便被赚了出去 拉菲达随后在今早 发出第二则贴文 表示接到该银行的来电 告知他在几天前 点击过一个连接 并允许一台 iPhone6手机 注册他的银行账户 让他感到纳闷的事 他在使用该账户的三十年期间 不曾更换过第二台手机注册 他对此质疑 即使为一部新手机进行注册 云友的手机也没收到验证码 也不需要通知户主的吗 拉菲达因此要求该银行 加强安全系统 如果有注册 更改新电话或其他电话 请致电给账户拥有者 天啊 拜托用电脑 加强SOP 这是人们辛苦赚来的钱 马来西亚人拥有的权利 他说 尽管已告知相关银行 并报警及通知相关部门 而获得的反馈 是假设骗子取走钱 那么钱是无法被取回了 他表示 自己会接受 但已对该银行失去信心 并且会在近期 关闭该银行账户 使用该银行 近三十年了 今天我对该银行 非常非常失望 他也提醒众人 要小心 这也可能发生在 其他人身上 社青团长余立文指出 一党发表演唱会 招惹上苍愤怒言论 显示该党领袖 不但没有给予建设性观点 而且只会在 我国多元文化和社会中 制造不必要的仇恨 他说 一党应该放开视野 不能做井底之蛙 实际解决影响我国人民 所面对问题 而不是试图挑战联邦宪法 侵犯其他人的权益 他指出 当我国人民正努力 应对生活成本 飙升和经济低迷之际 一党似乎更关心 他们的道德价值观 甚至试图干涉 并挑战在联邦宪法保护下 马来西亚人的权益 他说 一党应该尊重人民 对于任何娱乐形势的评估和选择 况且国家的兴衰取决于良好施政 这跟举办多少的演唱会 无关 他说 真正招致愤怒的是公然腐败 治理不善 不平等 歧视 压制性法律 甚至威胁要伤害他人 包括司法人员等 但一党却对此保持沉默 他表示 一党发表这些分裂言论 只是他们的烟幕弹 因为一党领袖 在政府中无能解决 影响所有马来西亚人的实际问题 他们甚至对于政府同伙 涉及严重贪腐和盗贼 统治保持沉默 他指出 一党不应在执政主流掌权 否则他们可以透过 制定极端意识的国家政策 直接影响所有社会阶层和多元社群 尤其下一代 前首相纳吉的SRC案件终极上诉 将在下周二续审 大马律师工会主席谢伊林警告 纳吉与其辩护律师 通过不道德的手段 来试图破坏司法制度 将面临纪律行动对付 谢伊林认为 纳吉两度撤换律师 无论是在临近审讯前 或是联邦法院审理期间 都不能提供令人幸福的理由 他认为纳吉是在使出各种手段 以展颜审讯 而此案的律师退出辩护 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 拿督郑保德拒绝在 停上口头陈词等 看似司法系统被滥用 律师的专业水平 是根据现有惯例和伦理规则 做衡量 本公会期望所有律师 遵守以保持最高的专业标准 和维护法律尊严 他说 当一名律师接手案件时 需遵守1978年 法律专业职业和伦理规则 LPPER 吉律师需确信 能如期出庭 并代表当事人 否则不应接手案件 新律师也须遵守LPPER 规则24A规则 及辩护律师应尽全力 在指定审讯日 做好辩护准备 这两条规则都阐明 律师需先厘清 及评估本身能否胜任 才决定是否接手 谢依林说 纵使那极有权 以任何理由委任新的律师 接手其案件 但他也面临法院 不一定允许任何延期 请求的风险 因为接手的新律师 需可以继续处理法院 先前定下的审讯日期 若当事人要解雇律师 或律师要求 退出代表其当事人 仍要看法庭 是否允准 这不是一项 自动生效的权利 对付业组师 也许荣出品